近日,李文控诉中国好声音的视频引起了重怒 日前,李文站队学员王泽鹏站出来替他发声 解释李文摔倒当天的经过 发了一段长达17分钟的视频 对当时的情况予以说明 表达了自己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的愧疚 并实锤了节目组对李文造成的伤害 不完而且我还要穿一个七寸高的高跟鞋 所以我必须要有你的手 我撑住你 可是我撑住你 我知道有个靠山在我的旁边 我一直靠住你 but我会用我的手 然后我自己会有戏 去往另外一边看 可是是永不失联嘛 所以我是一直是 手是碰着你是对的 so anyway 希望你听到这个message 你唱你的好好去唱 你是最重要的 你是主角 所以你就把这首歌唱好就对了 我能多订下这个歌唱太续 成功了 然后我们要不如认识 那么我们还是不敢沉合 遇到这首歌唱太续 所以我能不能用来 对决定叫做出决定小鞋 因为我们这两天排练跟现场录制 到了现场我们就要把手机在门口安检的时候就要放起来 不允许带任何电子产品进场内 然后今天录制也更是 就是根本没有可能说中间有机会出来 因为现场被cue的很乱 然后时间也很赶 所以说晚上拿到手机时候才看到你给我发的信息 说走位什么的变了 变成我扶着你唱完这首歌 包括前面的和声什么的也都变了 我看那个时候是一点钟发的信息 那个时候就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包括现场导演也没有任何人传达你的消息到我这里 所以说我一直都是按照我前天晚上那会儿 我排练的时候的走位 现场导演跟我说的走位去演出去演唱的 但凡要是我有机会能跟你联系上 能看到这条信息 或者是有现场的导演 就是传达你的这个消息到我这里 都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在合唱歌曲的时候 前天晚上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问过现场导演说 如果说我要是在唱的时候 可不可以回头或者是有什么眼神交流跟可口老师 他们说不可以 就是完全得按照他的走位 就是可能你主歌时候得看到旁边这个舞台 主歌得看到你面前这个舞台 他们说摄像头会把我们两个人的头像 放到舞台两侧大屏幕上 会营造成一个两个人在对话的那个状态 所以说不让我看任何的 比如说回头看或者是左边看这样子 所以说导致 这首歌从头到尾唱完 我都没有看到你中间摔在地上 所以说最后唱完歌曲 我回头看到您坐在地上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是梦的 之后 晚上之后 我的家属 包括学员 跟我说的时候 也是说您在台上演唱的时候 摔在地上 但是那个时候 我也没有敢说 往左边去看 或者是往右边去描 或者怎么着 因为我担心是那个时候 现场导演跟我说 你可能往旁边撇的时候 那个机位会拍到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我在唱主歌的时候 当时排练走位跟我说 让我面向舞台左侧的这个走廊 然后唱副歌的时候 让我面向我正前方 然后再转过去 面向正前方的 导师椅的位置 所以说就没有机会去往左右 去描去回头看 去有一些交流什么的 一直到最后唱完之后 转过头 我才发现你走在地上 哈喽 哲鹏 不好意思 昨天飞回去香港 然后跟我家里人在一起 很久没见到他们了 所以没关系的 事情都过了 其实就是导演 导演跟我说好 我们去改原本的安排 然后让你可以扶着我 是导演说的 然后最后让你按照原本的 这个就是所以我当场就说 导演你讨厌我 你去整我 这个是太过分了 这个真的太过分 你要么就是不要答应我 答应我 就不要这样子对我 因为现在知道 这世界有时候 这个世界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 非常坏的人 坏心眼的人 那我也了解 你其中的合约 也是跟蔡新合作 所以他们要说什么 你必须要听啊 年轻人你现在要的 就是机会 我懂 没关系 从这次学习呢 就是 下次如果 有什么样的 信息 你尽量 去看整个环境 大环境 因为我们彩排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说了 我需要你 你行吗 行 到时候 你看状况 不要理电视台怎么说 你一直自己观察 凭你的自觉 这次 最终我想跟你说的 你那段 你那他他 忘了名字 那一首歌是唱得完美的 非常完美 真的 全场最好 其中一个 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嘛 黑幕 这个节目就是玩耍嘛 大家都是陪跑 然后他们已经有规定 他们想赢的人 无所谓 无所谓 所以就是说 留下的 我怎么用心去做你的编曲 花很多时间去做你的编曲 让你有空间去 让音乐去称托你的声音 发挥到你最好的 每一首歌都可以做一个 非常红的单曲 然后就变成你每一次留下的 都是最好的作品 不只是你的声音 你的唱功 编曲上 也是我的心血 我跟安东老师一起的心血 好多人去帮助你 去完成这个目标 所以记得也要感谢安东老师 所以那一天发生了 过去了 从那些学习就好了 下次学习就是 Coco老师那一天跟我说的 彩排的时候 说我需要你 你行吗 好 到时候你看着状况 你看着状况 不对 他们怎么样 我也是整个的 躺下来吗 我才不理他镜头 因为我脚撑不住啊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